为了报复记地 我冒充彭于燕 勾搭上他暗恋的学姐 和他网恋一整年 高考后奔现前夜 他却和记地官宣了 他可是清华的 跟你这种学渣 玩了而已 后来 我在清华门外兼职 装上一群竞赛学神来玩桌游 网恋对象的师姐 那位高冷学姐被问到情史 淡淡的 谈过 被扎了 滋味挺不好受 说着 他突然看向我 你说是吧 学弟 高考初分那天 同父异母的弟弟 几博戏考杂了 当着我爸和记母的面 他开始哭诉 说高考那天早上 我热的牛奶里 给他加了药 我一整天都很不舒服 忍着难受考完的 他眼眶通红 眼泪霹雳啪啦往下掉 我没理会他的表演 低下头 手机上 是网恋对象柳如烟 发来的新消息 等下就出成绩了 想好要去哪所学校了吗 这两条消息发来有一会儿了 我因为被我爸 强行拽到课题 一直没来得及回复 手指刚落在键牌上 又弹出一条新消息 再忙忙宝宝 我扯了扯唇角 低头打字 姐姐知道的 我成绩一向很差 说不定连本科都考不上 那也没关系 他说 你来北京 我帮你补课 我们走专生本 再说吧 我含糊七词地回了一句 反扣手机 脑海中浮现出柳如烟的样子 一个长相出众 但略显轻挑的女生 大我们一集 去年刚被清华录取 这时几博戏暗恋了 整整两年的人 我也是因为这个 才蓄意接近他 用了假照片 假身份 从一开始 我给的所有信息都是假的 等到心情停赋 我重新按亮手机 看到柳如烟又发来了两条新消息 其实 我已经在去X市的路上 小达 我们见一面吧 没等我想好怎么回复 我爸的怒吼声就响了起来 你还有脸看手机 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当然不是 高三一整年 几博西靠着作弊 次次名列前茅 到最后 连他自己都快信了这个学霸的人设 但很可惜 高考考场上 一切公正 我笑了笑 考杂了不是很正常吗 毕竟高考又没人给你传答案 他一下子止住眼泪 眼中闪过几次慌乱 却很快镇定下来 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哥哥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牛奶里下药这件事 我不怪你了 毕竟我们是兄弟 我轻轻失笑一声 是吗 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还在这阴阳怪气 小夕是你弟弟 我爸冲我冷声道 你连500分都考不到 以为害了你弟弟 自己就能好吗 爸 他话音未落 被我猛地打断了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喘 我爸愣住 说什么 我扯出一抹嘲讽的笑 把手机屏幕翻过去 暗量 696分 面前的三个人都呆住了 毕竟在他们眼中 我一直都是个主客 只勉强及格 连上本科线都困难的学渣 片刻后 几博犀深吸一口气 勉强笑道 姐姐 我知道你对自己 能不能上大学没把握 可是也不能在高考的时候作弊 随便怎么猜 你甚至可以去举报我 我连反驳他都懒得反驳 转身往门口走去 拜拜 我要回学校了 这天下午回学校 我成了所有人热议的焦点 毕竟一直以来 大家眼中 几博犀是脾气好人远好的学霸 而我是成绩差性格也差的学渣 现在高考成绩出来 他甚至连600分都没过 我却成了全校第一 同学们议论纷纷 他不是选择提前五道 能错四道的学渣吗 怎么突然考这么高 好像是作弊了 教育局那边在调查呢 对了 听说今天柳如嫣学姐 会跟着招生班一起回母校 天 柳如嫣学姐 是去年700分上清华的那个吗 我忍不住发证 下意识拿出手机 对话矿的最新消息还停留在那句 小达 我们见一面吧 这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几博熙略带羞涩的声音 嗯 是他 柳如嫣学姐说 他原本可以不回来 但是很想见到我 几博熙说着 语气低落下来 嗓音都带上了哭腔 本来我正常发挥 是可以和他在清华顶峰相见的 转过身去 我看到他身边围了一圈人 好几个都在对我怒目而视 我看着几博熙 轻轻挑了下眉 柳如嫣说要和你顶峰相见 我怎么没听他提起过这事 你疯了吧几博打 柳如嫣跟你有关系吗 几博熙身边一个小兄弟冲我 你这种考试当天给自己亲弟弟下药 又在高考考场作弊的人 竟然有脸出现在这里 还提柳如嫣 他可是清华数学系的 你一个高考作弊的也可以意想他吗 这时候 旁边有人叫我 几博打 年纪部的老师让你过去一趟 一时间 在场所有人都看向我 几博熙的小姐妹冷笑一声 你完蛋了 高考作弊是要坐牢的 我没理会他 只是离开前 转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校门口 那里 正有两道修长的身影 一前一后的走进来 走在前面的那个 很像柳如嫣 我站在年纪部办公室里 平静地面对老师们探究的目光 我没有作弊 之前的成绩是我故意在空分 我们知道 老师们疑惑地看着我 只是不太理解 为什么 我挖了下唇角 因为 不想在高考当天出意外 比如房门突然繁锁 或者早餐里被加点什么东西 这样的事情 中考那年我已经经历过一次 导致比纪博熙大一岁的我 高中却和他成了同班同学 我很清楚 只有他看不起我 彻底不把我放在眼里 才不会在这种关键时刻对我下手 年纪部办公室一片寂静 片刻后 不知道是谁叹息了一声 情况我们都了解了 有什么困难尽管提 学校这边会尽最大可能为你提供帮助 纪博达同学 你回去吧 我从办公楼出来使 外面天色已暗 校园里空空荡荡 打开手机 才知道今天学校附近的酒店 在举办解实验 大家都在那边 还邀请了柳如烟 年纪群里有人新上传照片 我点开来 看到柳如烟重心捧月班 坐在人群中间 校意里隐隐带着几分高傲 突然有种莫名的不真实感 一开始 我是为了隔应几波熙 才想办法弄来他的微信号 加了好友 知道他性格轻跳 之前就喜欢招惹暗恋他的小学弟 所以我故意给自己 捏造了一个娇滴滴的 笨蛋软致人生 然而相处下来 却渐渐发觉 他和我印象中一点也不一样 我们网恋一年 他从来没说过冒犯出格的话 甚至除了我主动发驾照那一次之外 都没问我要过照片 甚至我偶尔拿一些基础题目 装作不懂的去请教他 还会得到他写在纸上的解题过程 和耐心的解答 有的时候我也会想 就像我在学校里装成 笨道基础题都听不懂 还教不到朋友的插声一样 也许那种轻挑的吊锒铛 也只是他的伪装而已 这一刻 我突然就下定了决心 要去见他一面 我点开那个一直没回复的对话框 回了一句 好 然后在年级群里找到地址 静止赶到了谢氏燕所在的小型宴会厅 然而 推开门之后 我陡然愣在原地 因为宴会厅最深处的人群中 几波吸挽着柳如烟的胳膊 整个人几乎贴在他身上 姿态亲密至极 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柳如烟突然笑了起来 下一秒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 捏住几波吸的下巴 低头吻了上去 在场的同学都在起呼 除了那个站在柳如烟斜后方窗边 正侧身站在窗边 专心看着楼下的身影 像是在寻找什么 灯光从身后打过去 刚好让他整张脸都沉在阴影里 模糊了五官 我的目光从他身上一掠而过 很快定格在那轻的旁入无人的两个人身上 一个吻结束 几波吸的脸都红透了 套在柳如烟身上 柳如烟捏了捏他的脸 跟所有人宣布 以后西西就是我的男朋友了 欺负他的人 我一个也不会放过 也许是不再隔着手机的缘故 他的声音听上去如此陌生 我正正的站在原地 钻紧门把手 对上几波吸远远看过来的 挑衅又得意的目光 心里那点跳跃的气带 一瞬间灰暗下去 我慢慢吐出一口气 退出了宴会厅 回家的路上 对话框里谈出两条新消息 你在哪儿 小达 不是说要来见面吗 在当着所有人的面吻过几波吸 官宣和他的恋情之后 他竟然还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问我这种话 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心动荒谬可笑 只回了三个字 分手吧 然后点开主页 删掉了柳如烟的好友 回家收拾好证件 把为数不多的衣服叠进箱子里 我搬出了计价 整个暑假 我都住在临时短租的房子里 靠着全校第一的名头 接了不少家教的活 攒够了一学年的生活费 至于高中和大学那边 各给了一笔丰厚的奖学金 都被我存了起来 期间 我爸试图联系过我 说要给我办个庆祝的升学宴 毕竟我已经被清华录取 之前的作弊留言不攻自破 我心里很清楚 他只不过是觉得我的成绩和学校 能成为他谈生意识吹嘘的资本 所以我什么也没说 只是拉黑了他的联系方式 这天晚上 我梦到了一年前 梦到高三刚开学的那次模拟考 我教了三颗白卷 考了年级到一 回家后 我爸给了我一耳光 把我反锁在房间里 带着继母和几博熙出门吃饭 庆祝几博熙考进了年级前十 我点开微信 看到新谈的网恋对象柳如烟 发来三条新消息 成绩出来了吗 考得不好也没事 我便你补课 小达 我有点担心你 看到消息回我一下好吗 天色渐暗 卧室里没有开灯 我按着疼痛发肿的脸颊 坐在一片黑暗里 唇边扯出一丝嘲讽的笑 发过去的语音却刻意放得娇热 还带了哭腔 我又考砸了 数学物理都没及格 对不起姐姐 辛苦你考试前一直帮我补课 都怪我太笨了 下一秒 柳如烟的语音就拨了过来 没关系 她的声音不及不许 语气里透着一股安抚的义务 把你的卷子拍给我 我一道题一道题帮你讲 和我印象中那个轻挑花心的柳如烟 相去甚远 关于见面 我犹豫了很久 最终下定决心 是因为我发现这场建立在谎言和报复上的恋情 我真的心动了 成绩出来那天晚上 夜风燥热 去酒店的路上 我忐忑不安 一路都在想 见了面要怎么说 要告诉她我的名字 我真实的想法 诚恳地跟她道歉 然后 然后 我看见她当着所有人的面 和纪伯熙接吻 官宣恋情 也好 就当我们扯平了 我想 不出意外的话 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和柳如烟有什么交集了 拎着行李到清华报道那天 我是一个人去的 在机场 我看到了柳如烟 纪伯熙报了所北京的普通义本 他是来接她的 我拖着箱子 面无表情地从那两个人身边露骨 听到几伯熙在说 那就是我哥哥 叫几伯答 如果不是他在我牛奶里下了药 我也不会 我猛地止住脚步 回过头 下药下药 念了一百遍了 我要真给你下了药 怎么不报警抓我 几伯熙看着我 神情有些伤心 不管你认不认 你始终是我哥哥 够了 我男朋友是太善良 才没想着把你送进去 你别得寸进尺 柳如烟皱着眉头往前一步 把他护在身后 别以为自己上了清华了就了不起 人品败坏的东西 你在干什么 我猛地转过头 看到一道熟悉又陌生的身影走过来 这人比柳如烟还要高半头 五官清俊 神色淡漠 目光中仿佛暗含着某种威严 他视线扫过来 越过我时停顿了片刻 而后落在柳如烟身上 不是说来接人吗 为难学弟做什么 什么学弟 这就是个人品败坏的人渣 柳如烟愤愤愤不平地说 沈师姐你不知道 他竟然在高考当天给自己亲弟弟下药 他话还没说完 我突然撞开他的胳膊 拖着行李箱快步往前走去 机场外有学校的专车在等 我坐在后排 看柳如烟带着几博熙上了车 然后那位姓沈的学姐也走了上来 因为努力控制着自己的目光 不往柳如烟和几博熙身上看 便下意识地落在了他身上 逐渐熟悉的感觉里 我猛然记起来 那天返校 在去年吉普之前 我看到柳如烟和一个人一前一后地走进来 还有那晚的宴会厅 那个站在窗边的人 都是这位沈学姐 车开到学校附近停住 我正要拎着箱子下车 突然有只骨节分明的手伸过来 接过了我手中的行李箱 抬头 对上一双明彻如琥珀的眼睛 其实我自己拎得动 他轻轻应了声 但没松手 我知道 但我是过来接人的 总不能空手下去 你就当 帮帮我 话都说到这份上 我只能看着他拎过我的箱子 带着我去玩新生报道点 然后一路推到宿舍楼下 谢谢沈学姐 那我先上去吧 我礼貌道歉 谁料下一秒 他微微挑了下眉 你知道我姓沈 刚刚在机场 听到柳如烟这么叫 也许是我的错觉 这一刻 他眼中多了几分莫名的情绪 你认不认识 他话说到一半又止住 静默两秒后 轻轻叹了口气 算了 你上去吧 我拖着箱子上楼 找到自己的床位 开始整理 室友们人都很好 聊了几句很快就数起来 隔壁床的硝烟突然问我 达达 刚刚送你过来的 好像是隔壁数学系的 沈幼楚学姐吧 原来她叫沈幼楚吗 三个人一脸八卦的凑过来 你们认识啊 脑中闪过那张清俊出挑的脸 我下意识摇了摇头 不认识 他好像想找一个人 军训结束后 我在学校附近的桌游咖啡馆 找到一份兼职 实行不低 工作强度也不高 这天下午 我正在店里抹咖啡道 门口的风铃突然响了 抬起头 三张熟悉的脸 就这么撞进视线 几博熙 柳如烟 还有 沈幼楚 几博熙似乎也没想过我在这里 愣了愣 姐姐 你怎么在这儿 我记得你好像也喜欢柳如烟 你不会是打听到她要过来 特意等在这里吧 我懒得搭理她 只保持了员工的基本素养 几位喝点什么 跟你说话没听到吗 柳如烟走过来 敲了敲柜台桌面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我问问她招的 这是什么没礼貌的员工 近在咫尺的距离 我盯着她的眼睛 突然意识到 这个人其实面目可憎 之前的种种心动 也许都不过来自我的错觉 柳如烟 僵持中 沈幼楚突然开口了 嗓音透着一股冷淡的威严 如果我没记错 今天是竞赛小组聚会 你带她来干什么 问话时 她目光冷冷地从几博熙身上划过 几博熙下意识揪住柳如烟的袖子 往她身旁靠了靠 眼中浮出一丝委屈 她是我男朋友 当然应该跟着我了 柳如烟说 而且西西研究生就会考进来的 如果不是高考那天被人故意使坏 她肯定就是我们同校选顶 是吗 沈幼楚不置可否 只轻轻笑了声 那一声里 似乎带着某种飘渺如云雾的缝衣 气氛一时有些凝滞 为了破冰 有人主动提出先玩几轮真心化大冒险 再挑别的游戏 几轮后 玻璃瓶指向对面的江燕 我把打发的奶泡倒进杯子 听到有人发问 就问下沈师姐的情史吧 其实大家都很好奇的 毕竟师姐从入学起就最新学术 那么多人表白都被你拒绝了 连今天突然说要一起出来玩 大家都没料到 我们就想知道 师姐这种神仙 是不是都不会跟凡人谈恋爱的 满桌顿时寂静 所有人好奇而期待的目光里 沈幼楚慢条思理的开口 弹过 被扎了 滋味挺不好受 说着 她突然看向我 你说是吧 学弟 我端着咖啡拓盘 步伐顿在原地 不明白她突然这么问我的意图是什么 在场其他人的目光也齐刷刷落在我身上 柳如烟皱起眉 沈师姐 你问她干什么 与你无关 沈幼楚冷干的对了举 目光一动不动的定在我身上 似乎非要我说出点什么来 沈师姐是在问我吗 我放下咖啡杯 斟酌了一下 我没办法评价 因为并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具体细节 她撑着桌面 身体微微向前 目光中带着隐约的侵略性 微微挑起的唇角弧度 似乎昭示着些什么 如果你很想了解前因后果的话 我不介意全部告诉你 她的眼睛如同浮起漩涡的海面 我只感觉整个人都快要被吸进去 沉入其中 说完便飞快走远 身后几伯熙的声音 却还是清晰的传入耳中 抱歉沈师姐 我哥哥他的脾气是有点奇怪 并不是针对你 当初他 当初什么 沈幼楚说 他是你哥哥 比你大一岁 但却和你同一节 说吧 我也很好奇 当初怎么了 我下意识转过头去 看到沈幼楚正坐在对面 听几伯熙说些什么 他的唇边勾着一丝若有刺无的胡 眼神却冷到极点 学校实在是太大了 只要不刻意去找 见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天之后 我有许久都没有再见过沈幼楚 直到半个多月后的新生联谊舞会 因为接了个广告文案的活 原本我并不想去 却还是被几个室友有强行拖了过去 拜托呀达达 你整天不是在兼职就是在学习 能不能稍微有点青春美少男的火力 校颜从自己衣柜里 翻了条小西装给我换上 又招呼另外两个室友来帮我收拾头发 别白下了你这张脸 头发很快就收少 他们搂着我的肩膀 在镜子前大呼小叫 稍微打扮就这么帅 你要出道啊 走吧陛下 我们去舞会上抓个美女给你敬母 我抿了抿唇 对着镜子有些生疏的露出一个笑 因为继母的打压 几博戏的茶言茶语 再加上我自己刻意演戏 整个高中三年 我都没交到什么朋友 对我来说 这是全然陌生的体验 然而到了舞会上 我却察觉到 身边人看我的目光里都带着一样 怎么了 我眯了眯眼睛 看到硝烟转头去问了一拳 气冲冲地走回来 打打 不知道谁发了个所谓的刮帖 把你挂在论坛了 那帖子里说你道德败坏 因为极度同富异母的地义 不仅在高考那天给他下药 导致他发挥失常 还想勾引他女朋友 帖子是一个小时前发的 现在直接给挂上热门了 他越说越生气 嗓音里都带上了一点哭腔 到底是谁发的呀 我安抚地握住他的手 目光环视一圈 很快就看到迎面向我走来的柳如烟 还有被他挽在壁弯里的几波熙 因为是几校联漪舞会 他能出现在这里 我毫不意外 则 你还真是死缠烂的 柳如烟看着我 开口道 当初你在那么多人面前提起我的事 我都听说了 他说着 眼中浮现出轻烈又嘲闷的神色 有一想症就早点去治 别逮这个机会就跑来纠缠我 因为那条帖子 我本来就已经成了大家目光的焦点 他这么一说 过往的同学们都停下脚步 向这边看过来 几波熙挽着他手臂 冲我露出挑衅的微笑 我正要对回去 下一秒 一只温热的手突然按上我肩膀 带着安抚的意味 淡淡的木质香调飘入鼻息 沈幼楚的嗓音跟着响起来 不好意思 我确认一下 你是在说我男朋友今天过来 是为了纠缠你 那声音熟悉又陌生 语气里带着一点暗藏的冷 传进我耳朵里 瞬间将我的思维炸成了一团烟花 我有些不可置信地转过头 正对上沈幼楚落在我脸上的目光 带着温柔又暗含某种侵略性的意味 这句话落地 周边的环境几乎安静地落真渴 震惊过后 面前的柳如烟忍不住抬高嗓音 师姐你在说什么呀 你别被他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点天了 你不知道 他最会装可 我终于缓过神来 反唇相机 比起装可怜 我恐怕还比不上你身边那位十分之一 被我这么明晃晃的一说 几博西眼圈都红了 哥哥 我不知道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但我对你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停顿了一秒 我看向柳如烟 继续说 毕竟我又没有练仇品 话音刚落 四周突然响起错落的笑声 嘴好毒啊 但话还是很有道理 毕竟和沈师姐比起来 柳如烟还是太不够看了 按在我肩头的那只手微微一紧 然后沈幼楚淡淡的 匿名造谣也要负法律责任 论坛的帖子 我已经联系人查了发帖人的IP 然后报警移交给公安机关 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他话音刚落 对面的几薄熙脸色 突然有些发白 沈幼楚没在谈谈 又把目光转向柳如烟 有件事 本来是要过两天通知你的 但今晚既然来了 就一并说了吧 因为近期你总是在重要节点缺席 算错数据 还反复把无关人事带进实验室 老师那边已经决定 让你退出竞赛小组 这下 连柳如烟的脸色也跟着发白了 警笛声在这时 有点寂静的响起 沈幼楚低头看了一眼手表 正好一个小时 走吧 我们警局见 去警局的路上 我有些沉默 只偏过头 注视着车窗外无声倒退的风景 最后还是沈幼楚先开了口 你好像 不怎么爱说话 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轻轻吸了口气 鼓起勇气看向沈幼楚 所以之前 我家的微信好友是世界吗 是 强烈的羞耻感顿时席卷了 我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 想到自己当初发过去的好友深情 姐姐 我想和你谈恋爱 想到之前为数不多的几次语音通话 自己刻意掐着嗓子 发出脚楼造作的声音 对不起 我小声说 我本来是找人打听了 柳如烟三个字还没吐出来 就被沈幼楚截住了 很抱歉 我其实不想听到那个名字 她的眼睛里像融着一层飘渺的 让我不能清晰具体的辨认出那其中的情绪 却又仍然能感知到 程度的剧烈 坦白来说 在这件事情上 我很嫉妒她 因为一开始 你想找的人是她 而不是我 我一下子愣在原地 好半天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所以从一开始 你就知道我找的不是你吗 不知道 她拖住一侧脸颊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因为你甚至没有叫过我名字 只叫姐姐 别说了 我抬手捂住脸 整个人都快被羞耻点着了 但我看得出来 你别有目的 毕竟那些肉麻的台词 你讲起来好像也不是很适应 反当是我给你讲题的时候 听得很专注 沈幼楚轻轻拉下我一只手 在车内微暗的灯光下对上我的眼睛 说起来 这件事也有我的错 那天终于答应要见面 等到最后 却只等了一条分手的消息 我不免觉得不满 认为你在耍我 我应该早点跟你说清楚 比如开学那天送你去宿舍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 那天在车上 沈幼楚时不时从我身上掠过的目光 还有送我到新生宿舍楼下后 他欲言又止的那句你认不认识 说到底 我也害怕 他有些自嘲地笑了下 我怕把一切都摊开来说得明明白白 而我得到的答案是你确实不喜欢我 那我们之间就一点余地都没有了 警局里面对后台查出的IP地址 几博熙只能承认帖子是他发的 但是我没有造谣 他停顿了一下 有些哽咽地说 我知道 因为爸爸更偏心我 所以哥哥一直讨厌我 我已经很努力地在维系和哥哥的关系 不知道他为什么恨我恨到这个地步 下药已经是高考当天的事情 你现在让我拿证据我当然拿不出来 而且哥哥现在都上了大学 继续追查下去会对他产生影响吧 他说到这 微微锯了一躬 眼泪顺势从眼眶里滚落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愿意认下这个造谣的罪名 我在旁边 看得探为官职 没事 我懂你 总有吧 就算我是用现金在线下买的 那药店总有监控吗 或者不用这么麻烦 你既然说你是忍着不舒服撑过的高考 那就直接查考场的监控好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 就怕 查到一些你不想被查到的东西 比如 一个习惯了靠作弊取得成绩和荣誉的人 哪怕是在那样最严格的考场上 应该也会想尽办法 试图从旁边的人那里抄到底东西 被我锐利的目光盯着 几波西的情绪突然崩溃了 就算你没有给我下摇 难道你没有影响我吗 当初我本来想跟你好好相处 是你害我被骂小三的儿子骂了三年 如果没有你 我和爸爸妈妈本来是最完美的一家三口 他说到最后半句 神情争鸣 眼里刻骨的恨意几乎扑面而出 连旁边的柳如烟都被惊到 下意识往旁边退了半步 沈幼楚神色凛冽地盯着他 垂在身侧的手找到了我了 轻轻握住 我指尖轻轻一颤 却被握得更紧了 包裹着我的温度传递过来 微末的安抚 让我本来蜷缩的心一点点舒展开来 我寸步不让地盯着几博熙 语气冷然 所以你现在是承认我并没有给你下过了 你之前的言论和你发的帖子都是造谣 对吗 重新发帖承认自己是造谣 记得说明自己的身份 然后再公开道歉吧 我说不然我会选择起诉 走法律流程 几博熙意识到我是认真的 又哭哭啼啼地来扯着我的衣袖道歉 哥哥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错了 别这么逼我好不好 我后退一步 避开了他的手 然后突然笑起来 你不是喜欢告状吗 大可以再打个电话给你吧 看看这一次 他还能不能继续为你出头 坐完底路走出警局时 夜色一深 我和沈幼楚并肩往学校走 月光变洒一地 我想到还小的时候 我妈病逝后半个月 我爸就和几博熙他妈领证了 几博熙转学来了我的学校 他小我一见 专门上楼来找我 怯生生地扒着门框叫我哥 同桌问我 那是你弟弟啊 不是 我头也不抬 我妈只生了我一个 没过几天 我放学回家 就被我爸扯着领子扇了两耳光 你弟弟刚转学 他胆小 什么都不懂 我让你照顾一下他 你倒好 四处宣扬他是小三的儿子 脸颊疼得发烫 加上继母和几博熙就在一旁看着 我倔强地和他对视 难道不是吗 那天 我爸提着皮带 险些把我抽进了医院 我怨恨几博熙 怨恨继母 怨恨我爸 到最后 最恨的是年岁上小 什么也做不了的自己 被打到浑身是伤 被罚不许吃饭 却不得不哭着跟继母和几博熙道歉 初中三年 我始终保持着年纪前五的名字 本来能稳稳考上省重点 结果中考当天 我的手机被拿走 房门被反锁 错过了第一门考试 寄希望于在这种人生大事上 我爸能为我主持一次功报 他却只是不耐烦地看着我 缺考怎么了 今年有问题就在独一年呗 我是功不起你吗 就为这么点小事 难道要逼死你弟弟吗 他又不是故意的 他的视线不耐烦地从我身上掠谱 落在一旁双眼含泪的几博熙身上 浮现出心疼 好了兮兮 别哭了 没人会怪你 他的目光再也没落在我身上 我没有一刻比那时更清晰的意识到 那只是几博熙的爸爸 早就不是我的了 从那天起 我再也不奢望他能替我主持功报 按照他的安排 重读了一年 装出因为那次缺考心态失后 成绩一步步下滑的样子 整整三年 我沉默寡言 英语内向 没交到过一个朋友 没考出过一次好成绩 反倒是几博熙 变成了大家眼里的优等生 他越春风得意 和我的差距越大 我就越安全 到最后 所有人都觉得我已经跌落谷底 只有那些踩着风回家的路 无声注视着我刷题到半夜的月光 知道真相 师姐 我把思绪从回忆中拉扯出来 停步转头 诚恳地看着沈幼楚 当时我只是想让几博熙不痛快 才想了这么一个幼稚的办法 最后伤害到了你 所以我应该跟你道歉 对不起 他注视着我的眼睛 只是对不起吗 我有些无法承受那目光中暗含的情绪 只好微微垂下眼避开 师姐需要我做什么来弥补过事 可以告诉我 我需要的 是你不要跟我装傻 沈幼楚定定地看着我 片刻后 轻轻叹了口气 比如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这一年里 你有没有意识到 我其实跟你印象中的那个人 没有半点相同 你有没有发现 我是在很认真的跟你谈恋爱 你有没有 也对我动过别的心思 说话间 我们已经走到了新生宿舍楼下 我鸵鸟心态 有些慌乱的开口 到了 我先回宿舍了 沈幼楚并没有强行要求我立刻回答他 只说好 等回到宿舍我才发现 他发来了好友申请 至少先把我嫁回来 学弟 耳根红的发烫 但我还是强自镇定地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 我先去洗漱了 发完消息 我把手机反扣在桌面上 一抬头 对上三张神情关切的脸 回来了答答 事情有结果了吗 我把警局里的经过简单告诉了他们 消炎匪夷所思道 到底是怎么想 平时靠作弊考高分 高考超不了了 就把波甩给你 最关键的是 这么弱智的谎话柳如烟还真的行 另一个室友复合 你别怕打打 下次再有这种帖子 我们去帮你回击 对对对 这次属于事发突然 敌方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下次肯定不会了 我看着他们 心底泛开一片欲贴的能力 我没事了 而且应该也不会有下次了 结果三个人你看我 我看你 最后还是消炎开口 那你和沈师姐 到底什么情况 我和沈 想到沈幼楚 我竟然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怪不得开学那天 她跑去接新生 还送你来学校 消炎眼睛亮亮的凑到我面前 你不会一直在偷偷和她谈没告诉我们的 太不厚道了 我们说带你去新生舞会上抓美女 结果最漂亮的都被你谈了 这还抓什么 纠结了好一会儿 我还是没把那句没谈过 是误会说出口 这个事情的情况比较复杂 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 我认真的看着他们 等我解决好 再告诉你们前因后果 睡前 我打开手机 发现微信弹出了一条新的好友生气 来自柳如烟 真正的柳如烟 头像是张黑白侧脸照片 发过来的申请备注也很典型 我是柳如烟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一秒 面无表情的打字回复 这天晚上 我又一次梦到了过去的事情 梦到高二暑假 我爸带着继母和几博熙出国旅行 庆祝几博熙考了第一名 为了不让自己心情不好 他并没有带上我 而我花费不少功夫 从一个清华的网友那里 找到了柳如烟的联系方式 之所以不从高中的途径 是怕被他认出身份 我并不喜欢柳如烟 甚至很讨厌他 因为他的花心和轻票 之前在学校就是出了名的 一开始我甚至不觉得 他会通过我的好友生气 姐姐 网恋吗 消息发过去的时候 我其实没抱什么希望 可十分钟后 对面竟然通过了我的威胁 于是我发给他一张屁的面目全非 已经和我本人毫无关系的 彭于烟照片 告诉他 我暗恋他很久了 之前一直不敢说 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平凡 不像姐姐能上清华 真的好厉害啊 那边静默片刻 回过来一条 那为什么今天又赶了 因为我昨天晚上做梦 梦告姐姐了 我强忍着反归 给他打字 我想勇敢一次 哪怕姐姐拒绝我 我以后也不会后悔和遗憾 对面又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拒绝我 我没有多想 毕竟我印象中的柳如烟 本来就不是什么洁身自号的 然而网恋的这一年 他竟然再没问我要过照片 也很少提出跟我连麦 因为不方便请教老师 很多我不会做的题 只能上网查答案 理解不了的时候 我鬼使神差想到了沈幼楚 也就是我那会儿以为的柳如烟 我掐着胳膊 用带着哭腔的声音 给他发语音 姐姐 我今天被老师骂了 说我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可这题明明很难 他还说 如果我明天做不出来 就停课回家 姐姐 我是不是很笨 你是清华的 会觉得我配不上我 我拍下提弹发过去 沈幼楚也很快回我 嗯 是挺难的 你们老师说话有问题 别担心 我先给你讲一遍 停顿了一下 他又说 还有 我们之间只有喜不喜欢 不要说配不配得上这种话 就这样 其实网恋谈到后期 沈幼楚几乎快变成我的私人家教 随教随道 任劳任怨 而我尽心尽力扮演着一个 蠢到极点的学生 哪怕一道题 他明明白白的揉碎了 讲上两三遍 我还是说听不懂 即使这样 沈幼楚也没有生气 反而让我报考北京的大学 他继续帮我补课 梦到这里结束 我猛地睁开眼睛 窗外天色大亮 梦中过往还清晰地映在我脑海中 前后串联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 自己昨晚在纠结的到底是什么 一开始就已经察觉到异常 沈幼楚到底为什么会答应和我网恋 大概是因为好奇 因为矛盾 听到这句话时 我正和沈幼楚并肩 坐在食堂附近的咖啡馆里 来来往往经过的同学 目光不时从我们身上掠过 他是这样的的万众主物 令我更不能理解这话里的意味 那天你来交我好友的时候 正好是上一场竞赛模拟赛结束 我因为失误 拿了第二名 这样的失败 在我的人生中很少出现 他说着 把店员新端上来的胡萝卜蛋糕 往我面前推过来 所以你发来那条 看上去很像诈骗信息的申请后 我出于好奇就通过了 而通过后 他发现 对面的人似乎并不擅长这样说话 每一句甜的发逆的情话 都带着过于明显的表演痕迹 可他的情绪又实在太剧烈 两相对比下 碰撞出强烈的矛盾版 数学一开始 在沈幼楚很小很小的时候吸引他 也是靠着那些矛盾 他开始把他当成一门学科 像研究公式定理那样 研究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个句 他发来的不及格试卷是真的 可他无意中透露出来的 对那些知识点的熟悉也是真的 他说着爱他爱的死去活来的情话 可忙起学习来 又会好几天不看手机 不回他的消息 一个明明应该成绩出众的人 故意达低分卷 装出差声的样子 是为了什么 沈幼楚就这样 兴致盎然地 一步步探索下去 等反应过来 已经深陷其中 后来我反复回响 觉得庆幸又觉得后悔 我握紧手里的小勺 下意识追问 后悔什么 后悔没有早点跟你坦诚 又庆幸一开始 因为那一瞬间的好奇 通过了你的好友 阴差阳错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好事 幸好那个人给错了号码 不然我们就要错过 沈幼楚说 我跟着招生组去X市 就是想去见你一面 想把这些话都当面说开 他跟着柳如烟先去了我们学校 又去了谢氏燕 最后却等来了我分手的消息 脑中思绪纷乱 我正要说些什么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 打断了我们之间逐渐暧昧的气氛 我接起来 是我爸打来的电话 他用完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 几博答 你赶紧去联系警方 就说你弟弟这件事你要私了 不需要麻烦他们了 他的态度我丝毫不意外 只是语气漠然道 法治社会 既然敢造谣 就该承担后果 你疯了吗 那是你亲弟弟 他在电话那边冲我怒吼 你弟弟平时成绩那么好 结果高考发挥失常 谁知道是不是你下的药 再说了 就算没有 你弟弟不过随口一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斤斤计较 因为我就是这么计较的人 我笑了一声 还有 现在我已经可以自己赚钱 你别想着再像之前那样 用断生活费和不给饭吃 这种手段威胁我 那个家 以后我也不会再回去 几斤掏 我们的父子缘分就到此为止了 他暴跳如雷 我是你爸 你敢这么对我说话 不怕遭报应吗 放心 要报应 也是先报应在你一家三口身上 说完 我在他不孝子的破口大骂声中 挂断了电话 重新抬起头时 发现沈幼楚的目光 始终落在我身上 我有些不自在地测了测身体 把几率散落的头发 别到耳后 抱歉师姐 让你听到了这些不好的东西 我犹豫了一下 干脆把所有东西都摊开来说 一开始我就是因为想报复解播息 才把你当成柳如烟 加了好友 因为他暗恋柳如烟 所以想用这么幼稚的手段 让他也不痛快 师姐 或许因为你之前没谈过恋爱 所以不能很好地辩民 其实我是个很糟糕的人 谎话连篇 家庭不好 性格也 可是我觉得你的一切都很好 沈幼楚打断了我的自我贬低 不要把别人的错误归结在自己身上 现在你已经摆脱了那些糟糕的拖累 站在了这里 你很了不起 他的声音依旧清冷又平淡 像是山间的风 可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 我很想说点什么 可以张口 眼泪先跟着掉了下来 对不起 可是我还是伤害到了你 可我没有觉得你伤害到我 因为对我来说 这一年从你那里得到的正面反馈更多 沈幼楚抬起一只手 轻轻握住我的手 那力道很轻 像一片羽毛轻轻落在我心上 却又带着沉甸甸的分量 我喜欢听你说话 喜欢看着你往前往上 喜欢你一边付出十二分的努力 又一边暗藏锋芒的决心 握着我的那只手微微加大的力道 沈幼楚看向我的眼睛 像是洒满月光的湖水 几博答 我爱你 我想我们之间不止这一年 还能有很长的影哄 论坛的造谣帖子删掉后 几博西不得不重新发了一条实名道歉题 还被置顶了整整一个月 这期间 我爸又找过我两次 所有的号码都被拉黑后 他很快消沉下去 无暇在顾及我这边 因为之前帮助几博西作弊的几个朋友主动站出来 承认了这件事 小三的儿子这个名头又重新被翻出来 一时间 他的名声跌落谷底 柳如烟大概觉得难堪 跟他提出了分手 他已经是几博西 现在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他不肯放手 几次三番来学校求柳如烟 希望能复合 纠缠中 被柳如烟从楼梯上推下去 半张脸颗在铁栏杆一角 毁了容 事情闹大后 学校对柳如烟做出了劝退处理 我爸和继母一边在医院里跑上跑下 一边准备对柳如烟提出诉讼流程 高中的年级群里炸了锅 大家议论纷纷 原来是靠作弊 我说呢 我有个朋友和他同一个初衷的 说他当时成绩也就普普通通 上了高中成学霸了 高考超不了了 就甩锅给他哥 几博达也太惨了吧 怪不得我听人说 几博达本来应该大我的意见 结果莫名其妙中考缺考 然后就多读了一年 所以编起高考下药的谎话来这么熟练 原来是因为自己有前科 事实证明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他现在连毁了 学校那边的课也没上过几节 挂了一堆 反倒是几博达 稳稳上了清华 嘖嘖嘖 诶 几博戏退群了 很正常吧 我要是他我也没脸待在这里 消息在群里炸锅的时候 我正和沈幼楚并肩坐在咖啡厅里 对面是他打扮时髦的妈妈 好了 不打扰你们约会了 我就是出门逛街正好路过 进来打个招呼 他拎着包站起身来 嘱咐了一句 沈幼楚 下次带小达去点好玩的地方约会成吗 大周末的来这种地方讲题 我连忙站起身 没事的阿姨 是我要求的 正好离电影开场还有段时间 所以就过来坐一下 他看向我 换上一副笑眯眯的表情 好刻苦的孩子 我就喜欢这样的 有空来家里吃饭呀 喜欢吃什么让沈幼楚提前告诉我 说完冲我挥挥手 拎着包走了 没一会儿 服务生送来一块胡萝卜蛋糕和两杯白摩卡 说是刚才那位女士请的 时间差不多了 沈幼楚看了眼手表 先把东西吃了 等看完电影回学校 我再把资料整理给你 我印了生号 翻开倒扣在桌面 还有关于他和他妈妈的留言 我忍不住有些忐忑 问沈幼楚 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做太恶 报复心太强 不会 我觉得很好 他说 每个人都该为自己做过的事承担后果 况且 我觉得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对上他温柔注视过来的目光 我突然觉得耳间发烫 收拾好东西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 说起来 我为什么一开始见面没有认出你 好像是因为 你现实里说话的声音 和之前的语音里不太一样 大概就和孔雀开屏的原理一样 是为了多吸引你一点 他笑了 那样说给你